《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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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告诉我 我的丈夫 不正和她一个人奉仗作戏 我一直都很相信徐游女 哪怕是她 又给了我四千万的债务 我也告诉自己 不是她不告诉你 是她举个事 她自己的事情 没有必要告诉你 她怎么会欺骗您呢 我会的 她一直都对我很好 不嫌弃我没爹没妈 盯着家里的压力跟我结婚 那时候 我公司的那个混蛋欺负我 对我动手动脚的 她去打了人家 还告诉我 别去上班了以后我养你 没想到 竟然真的一直把我养着了 苏儿 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难 房租交了 房租交了 家里 就剩五百块钱不到了 哪怕这样 她还送她的午餐鞋里面 她 送出钱来 给我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真的 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我怎么可以过上 这么简单的日子 这么幸福的日子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性格不好 脾气又倔 也不会他人喜欢 我怎么能碰上 许又宁这么一个人 这么宠我 这么爱我 什么事都不用我管 什么事都不让我操心 直到今天 那个女人 她告诉我 我的丈夫 不正和她一个人奉仗作戏 她们这些事 在她们的圈子里很平常 这女的谁呀 这不胡说乖道吗 她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许又宁已经死了 你现在纠结的这些 毫无意义 怎么会毫无意义啊 这也对于我来说 是我的爱情 我的婚姻 我过去的十七年的人生 到底有没有意义